新闻 哇哇哇 挖掘新闻内幕 挖苦新闻人物 我是郑鸿怡 我是宇美人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哇哇哇 为你介绍今天的四位特别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媒体工作者 江中博先生 第二位是授意师 齐伟廉 齐医师 还有一位是媒体工作者 中年化先生 以及文史工作者 翁参耀老师 台语来说 拍你当搞笑 人 人 连搞都气笑 对啊 所以给台湾拉警报 这件事情好像可大可小 而且是说一年后 疫情会进入高峰 哇 这就联想到一个电影 末日之战 这个电影一开始就讲 这种僵尸病毒 最早来自台湾的狂犬病 真不错 台湾又扬眉吐气了 那边编剧哪有怎样这条 我也觉得很奇怪 然后电影上映时 台湾还是全世界 十个非疫区国家的其中之一 我们有54年没有发生疫情 对 所以很多人看了电影 愤愤不平 当时的愤怒早了一点 好 那没想到这两个礼拜 台湾爆出狂犬病 54年就没这个事情 是什么 现在有这个事情 机制 这也是让我们非常无法想象的情况 那么尤其呢 像我们兽医人员 我们都一直很小心的 这个家住狗 但是这次却在一个野生动物 直接住在塔塔塔城 这是很难以示意的 所以这次是因为野生动物的关系 幼环 幼环 这幼环是怎么来的 我们台湾还有产幼环 这个东西是一个大问号 我们连我们这个兽医 或者常常在做野生动物的人 也不知道这种的 就是带有病毒的幼环哪里来 那甚至不知道病毒哪里来 狂犬病 我记得小时候知道的狂犬病 看到水会害怕对不对 孔水症 孔水吗 对 喝会透 因为它的咽喉这边 肌肉会有一点筋软 它又想喝水又不能喝 所以它看到水 就想喝又不能想喝那种 所以会有点害怕 最后会怎样 到人的身上会怎样 到人身上也是抽搐而死 就是会吐白末这些都是会有 多严重一感染到就会这样吗 要一段时间 有药医吗 如果发病了就没有药医了 所以就是你怀疑 被带狂犬病的动物咬到的时候 就要马上去做处理 譬如说血清 就像这次黄先生 马上就血清就下去了 那还算可以有救的 但是听说台湾现在 目前血清不够 已经用完了 因为昨天剩三瓶 今天已经用完了 用完了是要 这两天不能 等一下一发病就没救了 发病的话是没救 是喔 是的 致死率95% 比萨斯更恐怖 那我们家有养狗会怎么样 现在就是大家务必要把家犬 家畜分清除 野生动物的情况分清除 那么尤其是不要把家畜 拿出去外头丢 变成家畜 明明是家畜 丢出去当野生动物 千万不要 不是那我们家养的狗 会不会传染到狂犬病吗 只要你平常 他没被咬或是没有 没有被咬 应该是没有接触的来源的话 你们家的狗有一个危险 就你都玩他绑在家里嘛 就你回去感染 你会回去咬他 所以他家的狗 现在反而很担心 没有人去咬他 你们家的狗 有没有每年打预防灯 有啊 有那就OK啦 有就OK啊 七合一八合一那种 一定要啊 不是喔 七合一跟八合一 跟狂犬病是两季 不一样的喔 要分开打 他是两季 不同的 我还以为我打七合一就OK 你打七合一干嘛 另外有一种 不是我啦 我是我叉的狗啦 有一种十合一是包括狂犬病的 那只要遵照这个政府 我不知道有没有打狂犬病 我不知道 通常都会打 通常会的 照说医院多常会打 就一出生就会跟我们打 出生后第三季才打狂犬病预防 对 那每年以后追加一次 如果有追加了 照政府宣导的每年去打的话 请不要担心 那基本上都不会说 狗如果被感染到狂犬病 都可以活多久 狗有救吗 就是说没打真的 没打预防真的 那大概三到八周就会发病 那有时候长一点 会有好几个月也会去潜伏 发病之后这只狗会怎样 那会死亡也是会死亡 死亡之前会有什么症状 就是吐白沫啦 强子啊 眼睛发红啦 美人的重点是 他会不会发狂咬人啦 会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如果一旦确定 我们家里养的狗 也得到狂犬病 一定会被隔离对不对 应该会要隔离 然后就要准备失去这只狗了是不是 照理说是的 你如果去感染 你这只狗就要隔离 保护狗 我今天看报纸 郑大哥就是这样写 那个刘欣欣 以前我们本土的漫画家 他就说他目击到他们家的狗 因为要抵挡恶犬 那他指的恶犬应该就是染病 结果他们家狗就也被咬到 就也感染了 然后他爸爸知道一定要杀他 他爸爸又不忍心 所以刘欣欣的回忆说 他爸爸就把他们家这只 互主有功的中犬 送给邻居来把他杀死 昨天就有发生啊 昨天有一只狗被幼欢咬中屁股 结果那只狗昨天就被安乐死了 马上 对 好 太安全了 没得救嘛 不是 根本不知道他有没有被 是不是有这个狂卷病 但是就宁可错杀一百 对 不想冒那个风险 对 在那个政府里头有测定一些 如果被咬 如果被什么发生的时候 就是标准的处理程序啦 那现在目前如果是确定 有可能是狗被咬的话 可能就是要进行这些隔离或不杀 那么在这个法令里头 是要有隔离这件事情 那么如果怀疑的话 已经是怀疑是被带有病毒的 这个幼欢咬的话 那是真的是要去检查的话 是要补杀的 看一下喔 这就是幼欢 对不对 好 这就是幼欢 那是发病的狗 发病的狗 这个是幼欢 那是下面那个幼欢 这是幼欢 下面是幼欢 现在是在台东的东河发现很多 现在几乎全台湾各地都有发现 有人说东海岸的山区可能都沦陷 有人这么说 没有 那个黄立民意思是说 全台湾的山区几乎都是疫区 那更严重 都是疫区 然后今天说在那个汐止跟 池定 池定 基隆 都发现死的幼欢 对 那台湾常常有这么多幼欢 台湾幼欢很多 他们有估计说有100万只 有这么多吗 台湾的幼欢 平常都没有看到啊 当然在山区里头 是低海拔山区里头的野生动物 它是雕科的野生动物 它本来就住在台湾的吗 医师你这里有照片嘛 给大家看一下 有些人搞不好看过 不知道它叫幼欢 因为头前面比较大 三产店有这么多吗 因为它本身呢 有一个比较重的味道 所以有人叫它草拔 草拔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因为有很重的味道 所以吃也不是很多人爱吃这种东西 长得有点像果子梨 对 那它没有天敌吗 现在在台湾的人说它有天敌的话 是比较少人去捕食它 以前可能有这个云豹的时候 可能还会抓它吃 现在恐怕没有什么天敌 那医师我想知道 它本来的性情如何 它本来是咒服夜初 还是夜服咒等等 它是夜行性的动物 那它其实它的个性 我们在以前野生动物调查的时候 它也不是个凶恶的动物 它绝对不是个张牙舞爪 基本上它会怕人 对它怕人的动物 它害羞的 它有时候吃一点像那个 蝸牛拉这些东西 是肉食 但是不是那么凶恶的 来 再给它看一下 认识一下 到处台湾都有幼欢 而且自己跑出来死亡的 自己跑出来死亡 就是它跑出来以后被发现 就死在路边 它发现的时候已经死在路边 死的就很可以 其实在之前 我们台湾对幼欢这个动物 还发现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有这个狗的犬温热 也曾经好像在这个 幼欢身上也发生 犬温热真的 所以呢 因为它的在一个 跟一些原住民的 或者一些山区 跟我们这个住民的狗 是接近的 或者是一些流浪狗在山区 会把狗的病 会带给这个幼欢 但是这一次呢 却是一个也是狗的病 但是没有狗得这个病 就是只有幼欢得这个病 所以蛮奇怪的 这样子 会不会将来这波完了之后 我们经常都会很over 从此幼欢在台湾 绝肿 应该不会吧 所以刚才大家说的 到处都有尸体的时候 先不要 先去假设 只要死了 就一定是狂军病死 也许还有其他问题 也许平常就有一些 一种问题 像阳明山国家公园范围内 有一些是车撞死的 在过满路的时候车撞死 那现在就是大家也可以安心 这方面的事情 只要有尸体就通报 然后让这个 譬如说 现在他们也很好 就是防疫单位 像加速卫生试验所 他们也都在积极地做检查 忙得不可开交 不是嘛 这些尸体的检验 有没有发现说 他们的死亡原因是什么 有些已经没办法检验了 有些他找到尸体的时候 那个尸体是干尸 已经发检验了 那人世间真的有僵尸病毒 这种东西吗 我觉得人类一定发明的出来 但我不敢说 现在是不是一定有 可不可以 如果捡到那个尸体 还新鲜的 带回家煮一煮 千万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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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活生生的 新鲜的都不是个 我们都不觉得 是个好吃的东西 有呢 就有人拿回去煮来吃 原住民有 防犬病煮得熟吗 没有 我说那个病毒煮得死吗 当然那个 我们卫生单位也说 就是说 如果你高温加热什么的 但是你在处理的过程 会去沾 会去弄 那你就去剁它的时候 还是会沾到手上 碰到野生动物的尸体 现在的就是说 为了要我们的安全 民众的安全 就是说 碰到野生动物的尸体 千万不要去碰它 通知专业的单位去处理 因为如果它尸体上还有病毒 人是不会去吃 可是其他的 游浪狗 游浪狗 去给它咬一嘴 不就会感染到 你怎么知道不好吃 又快有味道 你怎么知道 生产店没有卖 可是各位你们都 我到现在还是不晓得 它传染途径是什么 比方说是 唾液 唾液 还是空气等等 应该不是空气嘛 那个就是 血液唾液是一定的 那尤其是在发病期间 那个口涂白沫 那个唾液是 病毒是非常高的嘛 那但是呢 就是说空气会不会 空气在某些研究里头 说它也会 蛤 也有机会 不就还要戴口罩 所以你看 昨天我看到新闻上面 有一位先生去 处理一个 去检释一个尸体 手套也没戴 直接拿一个报纸 还是纸 就去包了那个尸体 所以要送检 拜托拜托 大家不要再做这段事 最久也要挂一个手套 挂一个口罩 对 但是留给 我就建议啦 民众不要做 留给专业的房治所去做 我哪发现 又花那尸体 我看好像 消防局 直接打1199就好了 那个地区各县市 有那个房治所也可以打 好 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大多数人还是会打119 反正119会去通报嘛